鲍威尔 伊伦参议院听证会 几乎满足减码条件 不提高债务上限将是灾难性的 周二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及美国财长耶伦 共同出席美国参议院银行 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 解释其所在机构如何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听证会开始前 美股暴跌 美国30年期国占收益率 当日攀升于10个基点 关于通货膨胀 鲍威尔称要在通货膨胀下降之前缓解供应阻塞 通胀压力反应额供需不匹配 仍然相信目前的通货膨胀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 美国财长耶伦在听证会上表示 不提高债务上限将是灾难性的